收到罰单的驾驶细数自己违规的项目 语气中充满无奈 因为摊开一看 一下子收到五张罰单 全都是被后面车辆检举的 基隆这名驾驶上个月23号开车出门上班 行进北宁路往海客馆方向 遇上检举达人 后方车辆驾驶目睹他一再违规 从8点31分开始 他转弯卫一耗置指示 之后又没打方向灯 占用转弯车道卫一标线指示等等 一分钟之内就吞了五张罰单 4200就这么飞了 所谓一行为不二法 指的是相同违规行为在六分钟内 六公里内 以及同一个路口内才成立 因此证明驾驶的违规 五张罰单 五种违规样态 只能摸摸鼻子自己认了 不过一分钟内违规了五次 这违规的频率会不会也太高了点 民主人陈崇瀚基隆报导